亲,这些信息来自全能神。尊重您的社会、政治、教育和宗教地位,我已将这些重要消息发送给您。如果您的决定是将其扔到垃圾中,请集中注意力阅读它,并确定该怎么做。因为它很远,因为我确定您会拼命地寻找它。 但是,如果您选择重新审视邮件,我说您做得很好,并且您应该从全能神那里得到所有尊重和怜悯。上帝使您对所有事实的所有信息敞开心,并且也让我们的父亲向您展示了安全之道。 真诚地恭候您的光临。全能的神仆,替它是新千年获埃塞俄比亚利新本年度的礼物。 你人类听,为即将到来的命运打开双耳,聆听和聆听。 B-S-E-M-A-B-E-W-E-W-E-E-D-W-E-N-E-N-E-F-E-S-E-Q-E-D-U-S-E-A-H-A-D-U-A-N-E-L-A-K-A-M-E-A-N-H-R-E-T-E,一位全能的上帝。 在这个看不见的罪恶时代,你们人类,听听全能的上帝决定您来临的命运。 在以下页面上,您可以从全能的上帝判断呼吸中找到关于我们即将来临的命运的完整信息,如果您有兴趣听取它关于每个人类命运的最终决定的决定和判断,在阅读主要内容之前,请先阅读以下只是兴趣言。 一,在您决定阅读这些全能的上帝发给您的信息之前,至少您应该对信仰的含义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也要理解这些信息,您必须有一点信念。 二,您必须在对待所有人类的各种方式上都具有礼貌,诚实和真诚的态度,以理解生活方式,尤其是相信全能的上帝,信仰,您必须如此。 为了逃脱即将来临的地狱,您应该将自己置于全能的上帝手中。 三,在这个完全迷失的世界中,这些信息的出现,给少数人,也为许多人带来了惊喜,他们在这个被妖魔化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这些信息将是一种乐趣和欢笑。 四,这么多的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在这三又二分之一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信息,所以这些人很真诚,表明了他们渴望知道真实的事实。 对于这个真诚的问题,我想向您保证,我已尽力使所有国家了解这些信息,我已向所有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发出了完整的信息,例如,联合国、欧盟、英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印度、挪威、日本和南方、非洲、澳大利亚、埃及。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还通过大使们向17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第一批信息,我很穷,是全能上帝的贫乏儿子和仆人。 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给了你信任的政府,让您知道一定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做。 记住所有人类,为什么你当选的领导人没有告诉你这是你命运决定的信息出现? 对我来说,原因是,今天的所有领导人都是魔鬼奉献的魔鬼仆人,尽管他们看上去是上帝的真诚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的真实面目是为魔鬼,他们的主人,服务,由于他们邪恶的立场,他们持有一切可能帮助您捍卫真理的东西。 每个捍卫真理的人都是为恶魔服务的当今世界领导人的敌人,因此,他们保留了您知情权的信息。 五,不认识并尊重创造者全能上帝的人,就像上帝的话说的那样,他们将沉闷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真相。 六,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只想一想就明白了原因,今天面对你的正如您所见, 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政治和宗教领袖对民主大哭,用这个民主面具遮盖住自己。 他们说和哭,好像他们是所有人类的拥护者,无论他们发誓并说出自己的话,因为他们是人权的捍卫者而承诺。 那么,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您能给证人吗?我不这么认为,在您死亡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毁灭向您保证您已投保的生命。 当您失业时,他们仍在兑现您的承诺,但是当您见证他们救助财富时,他们也是有钱人的监护人。 在此,当我们来到宗教领袖时,他们也像世俗领袖一样做同样的事情。 这些宗教领袖,如果他们是全能上帝的真正仆人,他们会告诉你为什么你走在迷路的魔鬼路上,而且他们会告诉您您即将来临的命运和命运。 这是由全能的上帝决定的,但是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也是魔鬼的仆人,被这个世界的知识、力量、贪婪和金钱所蒙蔽,所以他们怎么能告诉你救恩的方式呢? 7. 这些信息出现后,几乎所有领导人仍然掩盖真相并试图捍卫这些信息的分发。 8. 当您看到即将到来的地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自然灾害、致命的病毒、炎热的天气等症状时,他们明确表示将对这个被妖魔化的世界采取何种行动。 8. 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邮件的书写质量和语法顺序不太好,但是我建议您仅在所有方面注意邮件。 9. 如此众多的宗教领域正试图阻碍这些信息的传播,但我想告诉他们一件事,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再有争论,不再有时间做你讨厌的恶魔般的黑暗统治生活,您唯一能得到的就是消息中所说的内容,而这将决定您的未来命运。 9. 这些消息来,不是任何人的命令,但只能通过命令,将和只有上帝的命令谁创造了一切,他的名字是全能的上帝。 10. 在您判断消息之前,全心全意的反复阅读,正如我们所有人所看到的那样,整个世界正处于全能神的惩罚之手的全面彻底破坏和歼灭的边缘。 10. 因此,所有必要的症状现在都变得可见,各种形式的危机以及各种形式的自然灾害,都是即将来临的地狱的兆头,具有看不见的破坏力。 10. 因此,如果您忽略了自身的安全,则最好自己听听,它是由你决定,全能神的一切决定都是基于您自己的个人选择而被创造出来的,是要区分好与坏。 10. 今天的后代是幸运的一代,因为他们被告知可以宽容悔改,但是人类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是取而代之的事。 10. 它背弃了创作者的爱,现在来了最后的死将军,这取决于每个人,这些信息将一切摆在您面前,因此您有责任阅读并了解即将到来的命运的内在真理。 10. 我希望您能阅读并理解,讯息一,对于所有人类,发出11月7号,1998年埃塞俄比亚历。 10. 要么,2006年11月15日发布欧洲日历。此消息是第一个决定,请以黄色表示,告示,仔细阅读信息,当您捐赠给他人时,您必须捐赠所有页面,不要减去加货重整,如果您这样做,将会招致惩罚。 10. 免费提供,就像我对您所做的那样,那些愿意给您的人只能接受您的支出。 11. 传真、邮寄,在互联网上发布,网站等,将其打印在杂志、新闻报纸上,并通过广播、电视在任何媒体上播出。 11. 对于那些从未按照消息顺序进行操作的人,您必须从订单清单中了解他们将受到的惩罚。 11. 禁止任何人做好事,无论他是领导者还是个人,都将根据他们的真诚和Pentway的行为来衡量他们。 11. 每一项善举都从简单的事开始。 12. 祝您阅读愉快,1998年11月7日,埃塞俄比亚日历。 12. 所有人类种族的讯息一,谁在地球的各个方面生活,让我们荣幸地感谢他的名字,ABWOLEDMNEFSITADUZAHADUAMELAK,全能神。 12. 让他的神圣名字受到赞扬和尊敬,阿们。 12. 让感谢所有的人谁各类住宅都在所有的创作者面临的地球。 12. 对于你们所有人来说,他们生活在不同地区,各州,各大州以及我们星球各地的不同语言,地区,不同文化,使此消息得到处理并到达您。 12. 那些谁是领导世界的国家,和那些谁是不同的宗教机构的领袖,如传教士、组织者和作为父亲。 12. 你们中是学者、哲学家、陆军指挥官、国王、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那些以自己的力量和财富来统治世界的人们,尤其是美国、巴比伦,以及所有通奸和罪孽的一部分,欧洲、亚洲、阿拉伯、拉丁美洲、非洲和所有小国谁是国家为建立服务于你的主人美国。 12. 为你们中的那些人,全能神的儿子由于你对全能神的信仰和爱而处于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中。 12. 因为我精神充沛,内在的精神紧紧约束着我,因为我的腹部像没有发泄的酒一样,他准备像新瓶子一样爆裂,我会说,以便让我精神焕发,我会张开嘴唇回答,博32比18负20。 12. 正如全能的上帝所提到的,由于强加于我,听说我要发布全能神的信息,我与主争辩,我不说话,就像乔纳斯一样,但是抗拒主的旨意,我无法走得更远,所以我不能停止或抵抗Him。 12. 即使我很伤心,我还是要告诉您我们地球即将来临的命运,因为我必须服从它的命令。 12. 请注意本警告和即将进行的判决。 12. 我的知识太小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无所有,我是埃塞俄比亚的公民,您始终把埃塞俄比亚称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12. 此消息分为四个部分。 12.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学者、州长、传教士、犯罪大师、通奸、基奸主义者、杀手、强盗、穷困的人都是敌人,一般来说,恶魔的儿子和仆人昼夜不停地工作,以摧毁全能的耶和华的法律和命令,这条信息是给我们时代的蛇。 12. 此信息是针对那些以天主教的名义组织起来的人,例如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英国国教徒和其他以基督教的名义被制度化。 13. 对于所有因这个星球而永远受苦的人,他们蒙受了严重的罪恶。 14. 此信息是针对埃塞俄比亚人和他的领导人即将来临的命运。 14. 通常,在此消息中,您将获得对世界和整个国家的罪恶和罪行的广泛惩处和审判,因为其根深蒂固的罪恶和罪行,听到这个判断。 14. 和您可能不愿知道的惩罚,但这取决于您,它会带你,你的魔鬼,您的知识,您的财富永远不会拯救您。 14. 据信,这条信息告诉罪人即将来临的死亡证。 14. 对于全能的上帝的真诚和礼貌的人,他们会听到他的判断的声音,他的父亲内思和他对任何危险后卫。 15. 答对于M,一众提到的那些,这是信息,睁开你的耳朵和眼睛听。 15. 谁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在这里活着一天,主说话并命令你遵守安息日。 15. 孝敬父亲和母亲因为耶和华你面对面在山的火中出来,我的上帝和你之间,已经在那个时候,为了向你展示主的话,因为你们害怕因的火,没有上山,说。 15.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奴役的家中带出埃及。 15. 除我以外,别无其他神灵。 15. 你不可为你雕刻偶像或任何类似假的任何东西,在天上以上,或者说是在地底下,或者是在地底下水中。 15. 你也不可下拜自己在他们面前,而不是为他们服务。 15. 对我来说,主,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在那恨我的第三和第四代人的儿童,探访父亲的罪孽。 16. 怜悯成千上万爱我并遵守我诫命的人。 17. 你不可徒劳地取主你神的名,因为主不会抱住他。 18. 遵守安息日将其成圣,正如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吩咐的。 18. 我们这个时代的惊人罪人,你到底是谁,对你说,全能的主,您是充满自豪的假,你依靠你的愿望,你忽略了全能的上帝,谁曾伸展并创造了地球和天空,你是垃圾桶。 18. 毕竟你是谁,蛇的儿子在嘲笑和侮辱你的创造者,您要由谁来做所有这些事情,如果您的呼吸鼻子被关闭,您将立即死亡,所以,你是谁,只要记住,你是一个垃圾箱,在全能主看来没有,听听主对你说的话。 18. 谁曾测量过手空洞中的水,然后用Span迎接了天堂,并从某种程度上领悟了大地的尘土,并在天平上称量了山脉,在天平上称量了山丘,谁指导了主的精神或者是他的一员教导了他,在谁宣告他的忠告,谁指导他,并在审判的誓言中教导他,教导他的知识以及向他展示。 18. 理解,看哪,万国只是一滴水而已,算作天平上的小臣,看哪他把小岛当作一件小事。 18. 黎巴嫩不足以燃烧,那里的野兽也不足以燃烧阿弗恩纪,他面前的万国都一无所有,他们对他的纪级比虚无和虚荣少,那你会像谁比上帝呢,还是您会与您比较什么样的肖像? 18. 以赛亚书40比12-19。因为上面提到了全能神的话,您有什么反应,您无话可说但是您依靠自己的知识使自己在上帝之上,您使自己成为一切的决定者和禁止者,您忽略了上帝的道。 18. 您没有树立自己的话,而是树立了自己的法律,您抹去了全能神的话,您用法律取代了他,很清楚地看到你的骄傲内思,你的企业和智慧的成功让你全能的上帝存在的拒绝,因此他是看不见的,将来无法看到,也看不到像你这样的罪人。 18. 全能的上帝不命令你吗?神一切主,亚伯拉罕的神,摩西的神,埃利亚斯的神,保罗的神,乔纳斯的上帝没有命令你,他不是说如下吗?十戒。 8. 摩西教权以色列人对他们说,听见,哦,以色列,今天我在您耳边所说的雕像和判断力,以便你们可以学习它们并加以保存合作,我们的上帝的主在和列山与我们立约,耶和华不是与我们父亲立这约,而是与我们乃至我们。 9. 但是六日之内,你应当努力工作。 10. 第七日是耶和华您的上帝的安息日,您,您的儿子,女儿,男仆,女仆,公牛,驴子,任何牲畜,而不是你的陌生人士的范围内的门,这样你的男仆和女仆也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11. 请记住,你是埃及国的仆人,耶和华你的上帝通过大能的手和伸出的绑壁将你带出埃及,因此,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命令你,在你神的主赐给你的土地上,你的日子也许会延长,并与你相处得很好。 11. 你不会杀人,你也不会犯奸淫,你也不会偷,你也不应对邻居做虚假证人,你也不希望邻居的妻子,你也不要贪图邻居的房子,他的田野,他的仆人,他的公牛或他的屁股,或者任何属于邻居的东西。 11. 身命纪无比一负21,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诫命都是我们的全能上帝命令的,但是您否认并忽略了他们,您将通奸固守为正确的职责,并将其合法化并付诸实践,即使通过了它,您也再次种下了最讨厌的多玛主义行为,远远超出了您在教堂做的事情,您是例行练习的,女性也一样,你做了一个女主教。 12. 通过破坏和忽略全能的上帝之一命令十戒,那就是说不要杀人,您永远不会给他一个价值,所以为了权力,财富,为了荣誉的事业,您被杀了并且还在杀人,您永远不会满足于杀死一两个人,所以为了满足您的杀戮欲望,您制造了最具破坏性的武器,例如核武器,所以你杀了成千上万,您正在研究杀戮艺术, 您的祖先从名为Gardell的魔鬼中学到了杀戮,昨天他教你杀死一个人ABEAL,但是今天他让您知道了一次杀死数百万人的艺术。 12. 众所周知,您积累了核,生物,化学,中子,喷气机,炸弹,坦克,大炮和导弹,确切地说,谁知道您隐藏的武器数量,除了主人魔鬼,通过所有这些累积的武器,您已经被杀,而且仍然在为权力,财富,名望等杀戮。 12. 不要偷,这是每个人都打破并忽视他的实界之一,具有不同的战术和系统,人类会偷窃和作弊。 12. 不要提供虚假的证人,证词,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总是忽略主的命令,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说谎。 12. 此外,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将说谎作为一门艺术,每位领导人,州长都将撒谎视为能力,外交的手段,他们将其用作管理和欺骗所管理人员的系统。 12. 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兄弟,该戒命已经被完全禁止和删除,相反,他抢夺了他的兄弟财产和他的妻子。 12. 孝敬父母,这戒命也是一个被遗忘的事实,而不是尊重他或他羞辱他们,他或他审判他们的长者并决定他们的命运。 12. 遵守安息日,没有人遵守这一命令,他也已经忽略了这些戒命。 12. 不要为你的父亲起名字,这些戒命也被抹去了,而不是他以撒谎以上帝的名义宣誓就职。 12. 耶和华最后命令,不要崇拜其他神灵,我对此感到嫉妒,并将充满愤怒,这个命令从来没有使人类害怕他,而是人类创造了他自己的众神,金钱,知识,荣誉,偶像和权力欲望都变成了他的上帝。 12. 人类从来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来衡量生活,相反,他梦想着金钱,知识,这两个都是他的生命保险,他依赖于他的知识和金钱,他呼吁全能的神只是向基督教和他的其他主要愿望的借口他,求神只为他的签名。 12. 另一种是完成的,他自己的意志,全能的上帝一定不是他的干扰整体的生活不管我们是什么,今天见证的是上述现实。 12. 第一个智慧是敬畏全能的上帝,这只有通过遵守、尊重和实践耶和华的律法才能体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人必须从内心、思想和灵魂上相信,也必须使其切实可行并遵守上帝的律法。 12. 但这是真实的,没有人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所以,你舍,您使整个世界陷入罪恶的海洋,在各地OF中的地球最统治,与最浸泡,被视为荣誉,当你穿得好时,你似乎是个好人,当您掌权时,您似乎是一位真正的法官,但是,由于墓地的外表是如此美丽,其内部充满了腐烂,骨头和圆锥形的骨头,内心深处也是如此。 您所在的城市是美丽的,华丽的,这是没有用的,那些谁生活中它是蛇和野生动物,由于这个事实,RTH我们家不能能来背你,它在空中,陆地,海洋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您的罪孽,在地球的每一个面孔中,您的父亲魔鬼的手和腿都遮住了它,没有地方了,那么,你怎么能摆脱这种罪恶尽透的生活呢? 绝不,你做得到吗?不,你不会,因为它已经成为您的行为,每条蛇都会繁殖出另一条蛇,所以你是蛇,即使您被创造为人类,您的职责和行动也与蛇相同。 全能的主对你说这些话,听着,站在你的附魔和众多法术中,你从青年时起就在那里劳作,如果可以的话,你将能够获利,如果你能赢得胜利,你在众多议会中感到疲倦。 现在,让占星家,观星者,每月的预言家站起来,将您从即将发生的这件事上救出来,看哪,他们必像火一样燃烧,他们不得将自己从火焰的力量,不能有煤加热,也不能在其前作火。 这样,从青年时起,就是你所劳苦的人,甚至是伤人,都将与你同在,他们会怀疑每个人到他的住所,没有人能拯救你,以赛亚书47比12-15。 正如您从上面看到的那样,从全能主的话语中可以看出,除了他,没有人能救你。 主,您建造的东西将被摧毁,您所有年龄段的辛勤工作,那就是你的文明,从小国度到大国,你一直相信的东西永远不会让你站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上,相反,它会被完全抹去,成为垃圾箱。 您是如何从天堂堕落的,入西法的早晨的儿子,您如何沦落到削弱国家的地步,对于如何在牙齿上说,我将生入天堂,我会把我的宝座放在神的众星之上,在北方两面的会众的时刻,我会像最高的一样,以赛亚书14.12-14。 您的魔鬼大师梦如上所述,正如他一直教您的那样,您正在尝试停留在月球上,甚至超越火星,您的太空飞船总是来来往往,使您的梦想成真,您的父亲魔鬼梦想着超越上帝,你是他的门徒,所以你没有任何不同的梦想,你生活并尝试他教你做的,但是,一无所有,这是真的,毫无疑问,您将一无所有。 然而你必须打倒地狱道边的坑,他们说看见你应缩小后你的样子,说的是那个使地球颤抖的人,那的确震动了使世界变成旷野的王国,并摧毁了那里的城市,那没有打开他的囚犯的房子吗? 各国的君王,甚至所有的人,躺在荣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子,但是,你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就像一个可增的树枝,和被杀者的衣服一样,用剑刺穿,那落到坑的石头上,就像加拉加斯踩在脚下一样,虽然不要与他们同葬,因为你已经灭了,土地杀害人民, 种子邪恶的行径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为他的孩子们准备宰杀,以使他们的父亲平等,他们不耕种,不占有土地,也不用城市充斥世界。 以赛亚书14.15分负21。您的父亲恶魔总是令国家和政府动摇,并迫使他们对人类实施种族灭绝行径,他从没有后悔或感到过,他用核武器、吭气式飞机和大炮击碎了所有悲惨的人,就像您的主人所做的和所做的一样,您他的儿子也一样,所以,您,您的亲戚,您所有的亲戚都将全部消灭。 以赛亚耶和华说了这话,因为我会提出了反对他们,主基和切的主所说的从巴比伦的名字,余下的,儿子和侄子说,万君之耶和华说,我还将把它当作卤水和水池的财产,并以破坏的大扫除将其扫除。 十四,二十一到二十三,您的销毁将如上所述,你必须知道你会像上帝所说的那样被扫除,破坏和毁灭。 耶和华是一位可信赖的上帝,他会照他说的去做,他肯定会站出来,在我们这个巴比伦时代,美国,凡与他交易的人都将被视为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他大声喊着说,伟大的堕落的巴比伦已经堕落了,成为了魔鬼的住所,成为了每一个饱足的精神的住所,以及每只不解可恨的鸟的笼子,因为万国都喝了酒,怒怒,他的奸银和地上的君王,与圣洁地作银,大地上的商人都被打落了,尽管他的美食丰富。 评论18比2-4,没有人从未与美国进行贸易,而且也没有人从未与英国进行贸易,所有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亚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都与美国进行贸易,并通过与美国进行贸易而变得富裕。 更不用说周,每个个人或团体都梦想着在美国交易和生活,如果他或他成功了,他们就算是进入Janet,由于这种观念,他们为金钱,通奸和无数罪恶行径奔跑。 这事舍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巴比伦,一切都很容易获得,因此,每个人都梦想着去美国,请记住,您将永远无法逃脱。 你会被淘汰的,没有人逃脱,凡事都是创造者的人这样说。 我从天上听到另一种声音说,我的百姓从他那里出来,你们不分担他的罪,你们不遭受他的祸患,因为他的罪孽已经传到天上和上帝面前,因此想起了他的罪孽,即使他奖励了您,也要奖励他,并双倍地投入他。 根据他的工作,在他已经装满的杯子中加倍,在加倍,他有多少哈希值荣耀了自己,过着美味可口的生活,遭受了如此多的折磨和悲伤,给了他。 因为在我心中我说一个皇后,不瞄准寡妇,也不会看到悲伤。 因此,必有瘟疫在一日之内降临,因耶和华的神坚强,必被大火焚烧,谁来评判他,地上的君王,谁犯了私通和他一起住每位应当哀号他,并为他的评论。 当他们将看到他的烟燃烧后,静置关闭他的煎熬说哀恐惧,那个伟大的城市巴比伦那个强大的城市,因为你的审判在一小时内到了,地上的商人必为他哭泣哀悼,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商品了,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和紫色、丝绸和星红色的商品, 以及各种木材,黄铜、铁和大理石和肉桂的商品,以及气味、软糕和乳香的商品,酒、油、面粉、热、瘦、羊、马、战车、雕像和人的灵魂,而水果你的灵魂贪恋后离开你,和珍修美味和华美的离开你和你所有的东西必根本没有更多的找到他们,这些使他变富的商人,将因害怕他的折磨、哭泣和哀悼而对自己站起来, 那个伟大的城市,身着细麻布,紫色和星红色,并是以金色、宝石和珍珠,一小时之内,如此丰厚的财富被消灭了,每一位船长,远处的船上公司,水手以及多达海上贸易的公司都站在那里,当他们看到他燃烧的烟雾时哭了起来,说这座大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他们就头至头,哭泣哭泣,说, 这座伟大的城市在一小时之内就因其昂贵而使海上所有船只都变得富饶了,他使他、天堂以及你们的圣使徒和先知们为之欢欣鼓舞,因为上帝为您报仇了,有一个大能的天使像一块大漠石一样把石头扔了,扔进海里说,这样,大成巴比伦将因暴力而被抛弃,而不再被发现, 根本就不会再听到竖琴师、音乐家、吹笛者和小号手的声音,也不会再从你那里找到手艺人,无论他是什么手艺,你必听不到末时的声音,蜡烛的光在你身上不再发光,因为你的伤人是地上的伟人,因为你的法术被万国所欺骗,在他身上发现了先知和圣人以及世上所有死者的血。 启示录十八比四-24 听大家伟大的巴比伦 阿拉伯、阿拉伯、比利时、瑞典、挪威、芬兰、卡塔尔、阿联酋、克特、埃及、阿尔吉利亚、尼日利亚、南非、巴西、辣椒、阿根廷和其他小国,你们所有人都会喝准备好的葡萄酒。 您的文明和财富将被摧毁。 您的女王、美国、巴比伦和他最钟爱的州,所有这些州都将被摧毁。 烟雾将升腾至天空,你会被烧成灰烬。 您的症状、光线、工厂、美丽的城市、装饰品、财富、金钱、饭奸吟的地方以及您的种族。 所有这些都会被彻底摧毁。 它将成为野生动物的繁殖地。 作为诱发拉底河和埃及文明,您将永远不会剩下任何症状。 你的父亲蛇从未救过你。 您没有辩护人。 当你忽略和侮辱圣灵时,全能的上帝,他会用火扫你。 你可以藏在哪里? 你去哪儿? 当您摧毁了那可怜而悲惨的人时,您的破坏将跟随您。 无论您做什么,他们、穷人都会继承您。 他们将在最高处。 但是在此之前,您的诽谤和侮辱将首先浮出水面。 您、无神论者、毒蛇之子、残忍者、那些相信自己的智慧以及那些依靠并依靠自己的财富的人。 知识将被彻底摧毁。 它会像烟一样消失。 种族也不会留下任何症状。 没有人救你。 通过您的恶毒和犯罪行为,您的死亡肯定是残酷的刑罚的七倍。 消耗了所多码的火也将消耗并消灭你七倍大的力量。 您将用自己制作的武器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 当所有的正当破坏和毁灭过程发生时,那些可怜的儿子。 耶和华、诚挚的圣徒、所有的男女,在他们可信赖的父亲全能的上帝保护下,看到你的毁灭、震惊和惊奇,他们将对他们父亲的真实判断感到惊讶。 谁感动主神的人,记住并知道,他是永远值得信赖的人,保持着他们。 由于您对知识的信任,您总是说和相信,就好像没有上帝一样,通过收集不同香料的腐烂骨头,您总是会说,您通过自己制作的仪器测量了他们的年龄,并以百万年为单位标记了他们的年龄。 根据您的知识论据,您无视全能的上帝的存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你的智慧使你发疯,并使你误以为盲目,以及您无法控制的愿望使您生气。 所以,你就做醉酒男子用你的骄傲内思你的知识,所有贫穷的周极其财物,连同他们的儿子成为您的仆人,为您的利益而立下了国家元首,使所有人都饱受饥饿和贫困之苦, 夺走了他们的自然财富,您总是说,他们没有没有照顾者,您所站立的大地不能承受你,带着你看不见的罪过,因此,您的判断变得很快,很快就会发生,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您,你在哪里可以逃脱的。 全能的神的审判将完成,没有人阻止他,他的真诚判断很快就会出现,您的破坏症站在您的门阶上,很快就会看到。 Las Babylon,美国,Las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拉丁美洲人,澳大利亚,A,全世界,你藏在哪里,您被缩放和度量,结果你变得轻松, 因此,这就是全能主的话,宗毛Tetal票价,正如神的话所说,您将被火烧伤,那些永远遭受苦难的人,那些使自己远离你的罪恶,甚至使自己与世隔绝的人,肯定是安全的,他们将摆脱你的破坏,值得信赖的全能上帝会做到这一点。 B,对于消息二众提到的那些人,请睁大眼睛。 在此消息中,您可以看到不同的信仰命运,也可以处理个人的信仰命运。 1,为那些以基督教名义的人,天主教徒及其领袖,新教徒及其领袖,东正教徒及其领袖。 还将介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基督教小教派。 2,对于那些灵星散步,到处可见的穆斯林及其领导人。 3,儒家、佛教、印度教和其他在远东地区具有深厚渊源的宗教,创造一切的全能主说你,听着。 看哪,耶和华必带着火与他的战车一同来,像旋风一样,使他的怒气发怒,与他的烈火相侍。 3,因为主必借着火和他的刀剑尽一切肉,恨求主被杀。 以赛亚书66比15-16 全能的主测量了你,这是明显,你的残忍覆盖大地的所有面,你说,你是虔诚的宗教领袖,但实际上,你是在履行父亲恶魔的职责,您摧毁了救赎之路。 取而代之的是,您巩固了残酷的奸淫和杀手,因此,您的罪孽笼罩了地球的所有面孔,愤怒的全能上帝会用剑和火将你从地表扫除。 因此,你们的牧羊人听到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是反对的牧者,我会要求我的羊群在他们手中,并导致他们从饲养羊群停止即不应牧羊人自己了,因为我要把我的羊群从他们的口中救出来,使他们不成为他们的肉。 以西节书34比7-10。你们以主基督和基督教的名义成为牧羊人,并成为组长、主教、大主教、牧师、职士、歌手和传教士,对于每个人来说,看来您是一个奉献上帝的忠实人,但您没有像应该那样做的那样,而是提高了自己的身份,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忽略了羊群和责任,这就是您今天所做的哀。 你完蛋了,您的全部荣誉将消失,您以及您所累积的所有犯罪财富将被彻底摧毁。 因为上帝的道是从天上启示出来的,反对一切以不义持有真理的不敬前的献和不义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彰显了上帝所知道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展示了,因为从世界的创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无形的事物,甚至通过他永恒的力量和上帝的领导使事物得到理解,从而使他们无借口。 因为当他们认识神时,他们就荣耀他不是神,既不感恩也不虚荣。 他们的想象力和愚蠢的卢塘都变黑了,自称聪明的人变成傻瓜。 罗马书1.18分复22今天的基督教宗教领袖,上帝让你知道你必须知道的一切,你竖着并称自己为充满智慧的人,但相反,你是无知的,在所有的面孔地球,你已经建立了辉煌的教堂。 教堂,具有无可比拟的建筑艺术,您进行交易,拥有一所伟大的大学,并且使您的徒弟获得博士学位,学士学位,在精神教育中,您还拥有庞大的图书馆,您对许多事情做了很多实验,但您必须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 但是,但以理啊,你要闭嘴,盖章,直到许多人来回奔波,知识才得以增加,但以理书12比4。 正如主的话所描述的,今天的知识是巨大的,并且还在迅速增长,但是全能神的真理无法被这个世界的知识和智慧所找到,只有那些真诚而信奉真理的人才能知道。 我们今天的蛇,您通过伪造的恶魔原则改变了全部真相,今天,整个世界在所有行动中都被蛇所覆盖,在所有地方和教堂,魔鬼的完整举动已经渗透到其底层,你们所有人都去做生意,您在教和支持多马狗,并鼓励他去做和实践,您也这样做,您祝福并服务于残酷的领导人和州长,并且您始终鼓励他们继续进行其恶行。 为了他们的钱,你犯了所有罪行,因此,万能的上帝看到了所有这些难以忍受的罪恶行为,决定用火拜访你,你无法摆脱他强大的手,您将被处以死刑。 从二道四众提到的穆斯林、佛教、印度教、儒家和其他类似的多面宗教,你们所有人,您的民间故事将被抹去,并将成为历史。 对于你的假宗教教育的缘故,你打死,仍然杀神、圣人和先知的人,因此,全能的上帝需要你手中的血。 当你是黑暗统治的忠心仆人时,你将被大火席卷,您所有可信赖的财富,以及您建造的所有建筑物都会变成垃圾箱。 你找不到适合你的地方,但是相反,您会不小心下地狱,没有残留,您将被尘土扫除。 这不远,您的判断出来了,全能的上帝已经穿着他的战斗、武装、衣服,他的愤怒被点燃了。 哦,我们的地球哭泣,所有覆盖大地的蛇都会被大火席卷,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地球上没有人会阻止他,他会完成。 您必须知道,我们的全能上帝是可信赖的上帝,他的诺言是诺言,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阻止或阻止他,所有人类都必须知道这一点。 就像神的话说的那样,与其被他神圣的话语抹杀,不如让大帝和天堂去世,阿门,让他真诚地判断出现,谢谢他。 C,此信息是针对第三条中提到的神的人。 相信他,奉献自己的神圣话语,庇护自己的恩典和救恩,维持一切艰辛,痛苦、拘留、耻辱、饥饿、贫穷、甚至死亡,您可以忍受这整个负担。 对于所有在属灵生活上虚弱的人,由于全能的上帝缓慢的判断力,甚至失去希望,回头转脸也没有那么急躁。 如今,全能的上帝已经崛起,要从您的脸上擦干眼泪,进行救助并将您从所有苦难中解救出来。 所以要专心,不要打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要与他们定立和平约,使残酷的野兽停止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要安全地住在旷野,在树林里睡觉,我要使他们围绕我山的地方蒙福,我将使他的季节里的花洒减少。 他们必蒙恩赐福,田野的树木必使他增长,他们的土地必安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打破了他们所的束缚,把他们从为自己服务的人手中解救出来之后。 他们不再是异教徒的猎物,地上的野兽也不会消灭他们,但他们应当安全地居住,没有人会害怕他们。 我要为他们起来,栽种有名的植物,在土地上不再饿死他们,也不再承受异教徒的痛苦,这样,他们便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连以色列家都是我的羊群,牧场上的羊群都是人,我是你们的神。 主神说,以西节书34-25-31,上面的上帝的话语是在这里献给所有真诚,友善,诚实,热爱主神的人的,让最高天使的帮助,慈善恩典以及我们厨女玛丽的爱与恩典都在您身上,我们的母亲倡导和她的爱拥抱着您。 当我们的全能神在所有爱塞俄比亚山脉的周围统治时,她会像泉水一样提升自己的恩宠和爱心,她会像橄榄树枝一样使您在她周围聚集,聚集,您将在那里休息并感到快乐,你的忧郁和绝望会变成快乐。 我们可信赖的父亲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我们所需的任何东西,这几乎是会发生的,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 清洗自己,站稳,不要害怕,在上帝的人此眼中所看见的那些人,现在不要去拜访地球,没有人会碰到你的一根头发,你会为你的父亲全能的上帝的真诚审判感到惊讶,让我们赞美我们父亲全能神的神圣名字。 B,该信息是针对埃塞俄比亚及其人民的命运的。 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背离了自己心爱的上帝,使自己成为外国文化的下属,留下他可信赖的喜爱的话语和神圣的命令,由于这些行为,他现在陷入了不间断的苦难中,与其接受和得到他们可信赖的全能上帝的慈善和祝福, 他们祈求魔鬼的大儿子巴比伦,巴布兰,美国,以及欧盟的所有希望,但是他们一无所有,因为他们所祈求的是恶魔的儿子,所以他们听不到您的声音,是因为他们听见并服从魔鬼的命令,对这些事实有帮助吗? 您一直祈求的那些人是全能上帝之子的敌人,因此,他们不会给您具体的帮助,而是使您成为盲目的奉献者。 今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且永远是悲哀的,在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我们所谓的政府是恶魔的忠实仆人,由于一城的多面性难以捉摸, 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处于魔鬼的掌控之下,只有神的力量才能废除这种妖魔化的政府。 我看到苦难中的库什曼、埃塞俄比亚的帐篷和中位数的土地的窗帘颤抖着哈巴古书三比七。 是,我国长期处于战力状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致力于犯罪行为,显然,我们仍在做出承诺、抢劫、通奸、残忍、虚假证人、杀害、无神论、种族主义等,所有这些罪恶和罪行都是由我们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犯下的,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苦难仍在倾泻在我们身上,即使是这样,您也必须知道全能的上帝会这样做。 我的恳求者,甚至我分散的女儿,都从埃塞俄比亚的河外带来我的奉献,在那一天,你不要为自己的一切形式感到羞耻,因为你违背了我,因为那时,我将从你中间脱离那些因骄傲而欢喜的人, 你也不会因为我的东青山,我也要在你中间留下一个受苦难困的人民,他们将信靠耶和华的民,以色列的愚民不得作恶,也不得撒谎,也不得在他们的口中发现鬼诈的舌头,因为他们要进食和躺下,任何人都不要使他们害怕。 撒加利亚书三点十分负十三 那一天,应当对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和西安不要让弥手懈怠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中间的你是强大的,他会保存,他会因你欢喜快乐,他将在他的爱中安息,他将通过唱歌为你带来欢乐,我将收集他们,这些对庄严的集会是悲伤的,对你来说这是一种负担,看哪,那时我将解救所有困扰你的人,并将救他停下来的他,并把被赶出去的他, 召集起来,我会在他们被羞辱的美之手中获得他们的赞美和名声,那时,即使在我与你相聚的时候,我还会带你回来吗?耶和华说,因为当我在你眼前转回你的囚禁时,我必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得名,撒加利亚书三点十六分负二十。 耶和华的话,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据说为埃塞俄比亚人民,他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所有残暴的人,所有种族主义者,所有奸淫,所有领导人,州长都是暴君,全能的上帝将在埃塞俄比亚统治。 因此,埃塞俄比亚人民必须仅依靠和信任全能的上帝,他不得信任或依赖外国船长的知识,财富和文化,他必须从心底彻底抛弃所有外国人的束缚。 对于所有白人主人,准备了哪种惩罚,我已经在两章中提到过,所有的宗教领袖,不良行为和罪恶都会被大火所烧,并具有其价值。 不是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宗教,信仰,橡皮擦,所有教皇,大主教,主教,神父,职士都在从事商业和贸易,通奸,政治活动,作弊,还使人们走上了最黑暗的道路。 他们负有教导真信仰的责任,并显示正确的道路,但他们却相反,将广大人民带入最黑暗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这些可耻的罪犯取笑了我们父亲圣灵。 因此,他们将毫不留情地被大火所扫除,那些说实话并教导神的旨意的人被追捕,拘留和杀害,但是骗子会得到更好的地位和金钱。 这些人大胆,他们以全能神的名义讲虚假的预言,预言,所有这些谎言的掌握者将被扫除。 在世界各地,所有叫上帝的道的基督教教派都知道减去,改写全能的神的道,他们所有人,在上帝眼中犯了最重的罪,将因他们的大胆行为而受到惩罚。 全世界所有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我们有自己真正的圣经,称为安哈勒卡西安威阿哈度,我们的祖先们在其中保管着他的安全,没有内容或形式的增加或遗漏。 他们像万能的上帝所说的那样将其转移给了我们,但是这些外国人侮辱了我们真正的圣经,就像海尔希拉西皇帝的书一样,他们称赞被减去和修改的所谓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但是所有这些大胆的行为都将永远受到惩罚。 全能神的话语,所有减去和修改的人都将付出代价,所有不同教义的信仰,种植在埃塞俄比亚。 据他们伪造的宗教将为此付出代价,如前所述,一到二你也将被缩放,测量并支付价格,你们中那些信仰不同信仰的人,而不是基督徒,将像那些外国宗教一样被审判,而且他们也被衡量并受到惩罚。 对于所有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州长和行政长官,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正式认识您,你自己反复说过,你是无神论者和坚定的反信仰者, 但说实话,即使您不知道,您还是恶魔的忠实信徒,因为魔鬼是您所说的一切的老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是恶魔的仆人。 到目前为止,您所做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您所流血的血液,将由您承担全部责任,你到你的骄傲假,专制,残暴,奸诈,你会的举办,测量,缩放,做你所有的那些邪恶行为,你会做出不齿,被抛出垃圾桶,避欲永远,在您所有的儿子和挚爱的儿子中,您看不到有福的埃塞俄比亚,您梦应以求的未来生活,计划很多, 制造和制造种族冲突,引发战争,进行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这是出于您对权力的渴望,实现权力持久的梦想,但您必须知道,你不生活,你确实有很短的时间。 厄利特里亚,维持并经历致命的严厉惩罚和破坏,她将被破并将返回埃塞俄比亚,遭受一切破坏,那些幸存者,将被算作是幸运者。 所有直接或间接干预埃塞俄比亚事物并做出并仍在努力破坏其稳定的人都将付出额外的代价。 全能的上帝这样说,你曾用你的实力划分海你Grepes龙的水域你的头Grepes的头庞然大物在片并赋予它是肉埃塞俄比亚人民,是偏七十四比十三负十四。 周长,您认为那条蛇是谁,在你看来谁呢?谁是龙?是的,没错,你就是蛇,这样,您将被压垮,并永远被摧毁。 那些真诚,友善,有礼貌并真正爱全能上帝的埃塞俄比亚人将获得自由,他们将得到食物,他永远不会太远,他会被用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那些被外国文化所吸引的女人是个被宠坏的女人,其数量是如此众多,他们穿的裤子,他们展示自己的身体像行人,对他们而言,通奸是一项日常工作,他们完全是魔鬼的仆人。 妇女不得穿这本属对一个人,既没有人要穿上女性的服装,因为这样做的一切都可憎恶耶和华你的上帝。 生命界22比5,这就是上帝的道,男人也一样,他们犯奸淫,作弊,抢劫,傲慢,暴政,说谎,贪婪,他们是饮酒者,他们也无法逃脱即将来临的灾难,如上所述,什么都没有撤销,订购的所有物品都将在埃塞俄比亚实施。 记住你们每个人,万能的上帝经过长时间的忍耐后决定,一切都将永存,因此,该决定将永远不会被避免。 结论 对于所有世界领导人,国王,将军,国际组织领导人,所有有钱人来说,对于所有世界宗教领袖,传教士和追随者,对于所有世界无神论者,反基督主义者,对于所有民间故事类型的信仰追随者而言,对于维珍玛丽玛丽来说,对于所有是全能上帝的反天使者而言,对于那些主张民间故事的信仰,并反对上帝的话的人们, 对于那些偶像崇拜者和巫师大师,和他们的追随者,伊莱亚斯的神会通过火来判断你。 全能的上帝上帝与他可信赖的儿子埃里亚斯,阿拉雅斯,站在一起,但与阿卡布,阿巴,伊丽莎白,E-L-I-C-A-B-E-L,和布埃,B-U-E-A-L,的布埃公主站在一起,和这些魔鬼的追随者,但是恰恰相反, 全能的上帝与他忠诚的仆人伊利亚站在一起,为了寻求他勤奋的仆人埃里亚斯,他用火回答,所有魔鬼仆人,无论人数多少,都没有改变上帝的真理,你们也是如此,即使您的人数是数百万,无论您的人数是百万还是十亿,都没有任何改变,面对全能的上帝,这算不了什么, 他与一个像伊莱亚斯,阿拉雅斯,这样可信任且诚实的人站在一起,其余的罪人,你将被火烧灭,您必须知道,即使您的人数如此之多,看到您的人数和财富,您仍会继续犯罪,与否定上帝的律法的行为,你在所有种植罪的法律面孔地球,但是,您应该知道, 全能的上帝将从世界的各个面消除您和您的罪恶定律,真理定律将得到巩固,您,您的父亲恶魔,连同您的所有罪行和罪孽将被烧毁,直到您灰飞烟灭,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记得主的所有耐心已经消失了,而且您的罪恶和犯罪已经充满了,甚至超出了充实,因此,必须一生付出罪恶的代价, 它的真实判断很快就会出现,它永远不会太远,你们这些人,无论面对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必须付出代价,您所做和正在做的,那些最令人讨厌的罪过,像,通奸,杀戮,抢劫,谎言,暴政,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都经过审判,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如我们所有人所见证的那样,您造成了种族战争, 您那个时代的妇女是根深蒂固的奸淫,她们总是堕胎,而您所做的和所做的所有这些罪恶和罪行,几乎使我们的星球陷入了大海的罪恶之中, 因此,由于这些不可估量的罪过,风暴将完全清除您,您将成为垃圾箱,确定,您将看到全能的上帝将如何去做。 无论他们是全能上帝的人,他们都是安全的,可信赖的上帝也靠近他们,对于所有全能神的儿子们,让这个建议传给您,不要在犯罪是习惯行为的地方,不要与残酷的人在一起,不要与他们的所有罪恶和犯罪行为合作。 远离教堂,远离血液泄漏者,种族主义者,暴君,撒谎者,通奸者,去教堂时,要当心,不要与那些将我们的父亲钉在十字架上,每天赐死他,身陷罪人的人祷告,并献上自己的祷告,如果您决定去教堂,则必须并且应该私下进行。 当今的宗教领袖们不是在祝福人类,而是在将无辜者的灵魂压垮。 如果您想祈祷,那就这样,刚关上卧室,心里含着泪水祈祷,不要理会你的语言,当您已破碎的心,心灵和精神祈祷时,您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会听到您的声音,用你的眼泪告诉他,他肯定会听到你的声音,他会擦你的眼泪,创造一切的可信赖的全能上帝深深地爱着你, 他将为您对他的名字的奉献付出代价,让我们祝福我们的父亲,并赞美他。 以色列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用自己的全部灵魂和力量,而这些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应在你的心脏,你也应该努力叫他们听从你的孩子, 必他们的谈话,当你six在迷的房子,当你,躺下的方式,而当你胡说下来,当你resist起来,并且,你要把他们写在你家的过去盒门上。 生命纪6比4负9,全能的主上帝是可信赖的上帝,他承受了数千年的耐心,当您统治撒谎者,骗子,通奸,鸡奸,等等之外,当您每天练习杀人和犯罪时,他只会用有限的父亲之手惩罚您。 我们的创造主,创造并带来一切的一切变为虚无,看到了您奸诈的性格以及您吞噬大地的所有罪过,地球哭了,他再也无法在你了,因此,全能的上帝穿着他的战斗服,经过您数千年的考验,他所有的耐心已经过去,你去哪儿您对所有人和全能的上帝都犯了罪? 你可以藏在哪里,真可怕我告诉您邮件的核心事实,因为我被迫这样做,我很震惊,因为谁能避免即将来临的灾难,以及如何隐藏和逃避全能神的眼睛,这是消息,你一定要听,抵制此消息,因为它的传播是巨大的罪行,即使它永远不会成功,您应该知道它已经完成。 我建议您只关注所有内容上的消息,不要试图让我,因为你不能找到我,即使您成功了,我也无能为力,也无济于事,我是一个穷人,就是邮递员,完蛋了,要启动,并传达这个消息给你。 它是由瑞艾尔什,由于意志全能的上帝和秩序,它无限的保护,我表示感谢,并赞扬它的神圣名字,亚伯拉罕的神,以利亚的神,以它的诚恳审判,让它的圣名至高。 阿门,注意,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机构,任何官员都必须知道它是谁,如果它得到了这个信息,它就必须传达给他人,它将会收获很多,您可以将其翻译成任何语言,但不能减去,添加,修改或编辑邮件。 如它所说,做到了,任何人,组织,政府,领导人,如果对这一判断信息施加障碍,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并没有使它悔改的机会。 写于1998年11月7日埃塞俄比亚日历。 讯息二,对于所有人类,于2000年5月27日发布埃塞俄比亚日历。 要么,欧洲日历2008年6月4日发布。 此消息是第二个决定,可能会以红灯表示。 告示,仔细阅读信息,当您捐赠给他人时,您必须捐赠所有页面,请勿减去,加或重整,如果您这样做,将招致惩罚。 如我对您所做的那样,自由地给那些愿意给您的人,您只能接受您的支出。 传真、邮寄,在互联网、网站上发布。 在杂志、新闻纸上打印、直播、广播和电视等。 对于那些从未按照消息顺序去做的人,从命令列表中读取,他们将遭受何种惩罚。 没有人被禁止做一件好事,无论他们是领导者还是个人,都不会根据他们真诚和议悔的行为来衡量他们。 每一项善举都从简单的事开始。 2000年5月27日埃塞俄比亚日历,您的种族,聆听即将来临的命运。 审判和惩罚的信息。 全能的神,约翰福音19点28分-30,卢卡斯3点17分。 对于所有人,对于所有相关人类,这是,在全能的上帝,值得信赖的儿子,住在埃塞俄比亚,亚地斯亚北巴的仆人。 您可能不相信,或者您可能会,相反,您可能会丢弃并将其作为垃圾丢弃。 但是我告诉您,您应该确定这一点,那些这样做的人也会被抛出,作为他们可能做的方式,对于那些尊重并真诚尝试了解和新信息的人,是明智的,值得尊重。 我们赞美,感谢并尊重他的名字。 他就是他,他就是一切,没有人反对他,他创造,消灭,从无到有地变成了存在,并且他将所有物化或看到的东西变成了无,告诉我们,你和谁比较他,没有人建议他或命令他,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了一切,并且仍在做。 我们是为了荣耀,赞美和相信他而创建的,爱他,也值得信赖,继承他为我们使用而准备和创造的一切,他创造了我们,经受考验,并成为他值得信赖的儿子。 你们这些人,你们忽略了,转过脸,侮辱了他,否认了他父亲的身手,而你抛弃了他的爱,他向你展示了看不见的痛苦,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手,痛苦而醉酒的死亡给了你他的爱和生命。 永生,你还记得他吗?他复活了偿还你的死债,支付你应该且必须已经支付的价格,你忽略了他,但是他等待着你悔改的时间不少于两千年,而不是你的罪过,但是你什么也没做,没有使用他,时间就过去了,而你的疏忽行径带走了上帝对他的宽容。 因此,现在您应该听到并检验他的判断力,以及他的惩罚。 您称自己为天主教徒,新教徒,儒家,佛教徒,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英国国教徒,东方东正教徒,你崇拜人造雕像,例如在印度,中国,缅甸,泰国,越南,尼泊尔等所有国家,崇拜动物是您信仰的另一面。 在上述状态下,总是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情况,您认为,您将躲在教堂、清真寺或其他朝拜场所,这没有用,您没有藏身之处,没有人能救您。 您,他尊敬的那些人,您不尊重他们,您让他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为真玛丽感到耻辱,您甚至认为他们毫无价值,尊贵的,尊贵的天使,例如圣加百列,圣米加勒等,毕竟,你是谁,不尊重尊贵的天使,是谁让您减轻了尊贵和受人尊敬的恩格斯以及我们的母亲厨女玛丽的,恶魔的儿子。 您将要支付的,您应该支付的,为您人类倾听,睁开你的眼睛和耳朵,现在,您正站在最后的审判时期,在那个审判期间,没有人能逃脱,也不会在上帝的眼中隐藏自己,全能的上帝的耐心和宽容已经消逝,你们人类Adam和H-E-W-A-N的儿子,您犯下了以前从未犯过的重大罪行和罪行,由于这种邪恶的行为, 您点燃了全能的上帝的愤怒,现在他要面对他的决定性决定,赞成一个男人,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都是现场见证人,所以您依靠并信任自己的知识,智慧和积累的财富,而且您总是说,您可以挑战现在面临的任何自然和人为的问题。 全能的上帝做了有限的惩罚,从来没有让你屈服于他的旨意,而是您可以挑战他,从你的内心深处没有恐惧感,因此,站成一个人,面对他,阅读并理解接下来的决策和行动。 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严肃的事情可以提醒您,您站着什么,在做什么,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气旋,地震,火山,风暴,洪水,野火等,并没有使您醒来。 所有的东西,您所看到的,是即将到来的毁灭症状,任何孕妇,当他进入最后一个月出生时,他显示出疾病的迹象,并感到疼痛和痛苦,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您现在所看到的,以及整个世界都在维持它。 您所看到的灾难将比以前和现在发生的灾难大千倍,他们将以难以想象的清扫力消灭一切,没有人类能忍受,您可能会问,您是谁,不打扰,与您的知识,智慧,个性,受教育程度和名望相比,我将告诉您,我什么都不是,是垃圾桶,你是个知名人物。 您生活并过着奢侈的生活,一切都在您的服务之下,你是教皇,大主教,主教,当您说出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时,您会敬畏牧师,您是牧师,您获得了神学领域最高的博士学位。 相反,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有才能的人,我是最贫穷的最贫穷的人,生活在大多数贫穷国家的中部,这些国家以贫穷和贫穷而著称,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全能神的先知和使徒都是从垃圾箱,市区,垃圾中挑选出来的。 耶稣基督本人不是出生在宫殿的房屋中,也不是在神所熟知的房屋上出生的。 但是,相反,他出生在尘土飞扬的动物屋中,他是为穷人而来的,是为那些在地球上注定要不幸的人,而不是为了那些富有和富裕的人。 我被命令告诉你,并传达他的信息,我能做什么,我该如何拒绝,如果我否认他,我将受到的惩罚要比我至今所承受的更多,因此,我必须正确服从他的意志和命令,因此,您必须并且应该只注意消息,如果您想证明问他,请祈祷以了解真相。 我再说一遍,不管我是否真的是他的使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问他,我很确定,如果您发自内心地问他,他会回答您的要求,这是给那些自称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人使用的。 那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行为,心智和思想,根据自己的所做所为,以及直到现在所做的事情来进行审判和惩罚,在你悔改之前,不会给你任何答案。 约翰福音20.19分负23生命纪7.21分负26数字32比9负15数字11。 立位纪26名12比6负8名14点11分负12。 我不是英语的完美作家、演讲者或用户,因此,我建议您注意整体信息,每一个陈述都需要它,而不是它的破碎、不合语法的结构,谢谢您的时间。 让我们谈谈您的一些主要担忧,这些担忧是关于全世界仍在挑战您的现有问题的。 来自国际媒体。 1.来自CNN,危险中的星球。 2.让我们拯救我们的星球。 3.温室困境。 4.天气变化,全球变暖。 5.地球上的热量增加。 6.北极和南极冰盖融化。 7.大雨,席卷了一切。 8.风暴、飓风、洪水等。 9.火山喷发。 10.更高级别的地震。 11.全球粮食危机。 12.席卷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种族、宗教、政治危机。 13.能源危机注定了您的发展梦想。 14.世界经济混乱。 例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波动、通货膨胀、经济衰退。 修补所有这些问题。 15.这么多的会议、论坛、提案、计划、想法将是解决方案、有关温室的京都议定书。 16.联合国粮食危机大会。 16.这么多的救济工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带头以及各州和世界知名的机构。 17.项目太多。 正如我们所有人所看到并见证的那样,每一天都不会和平的过去。 如果没有持续并造成一些灾难,我们有太阳海啸、卡特里纳飓风、纳尔吉斯气旋、美国龙卷风、澳大利亚、希腊、美国的野火以及中国的毁灭性地震。 我认为所有这些影响都不能轻易忘记。 17.根据全能神的命令和命令,旋风、野火、地震、暴风雨、火山、龙卷风和所有自然灾害正在履行其职责。 17.正如您所说并相信的那样,地球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但是相反,恶魔仆人将消失,地球是由上帝的旨意创造的,而不是由您的科学方法和公式所创造的。 17.拥有者、创造者订购了自然,因此,根据订购,地球将消耗您,按照命令,一切都可以使用,它会消灭你,它会粉碎你,直到你灭亡,您如何抵抗洪水、席卷的旋风、火山、地震、野火、暴风雨和高温。 17.技术、工业产品和材料,是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材料,一切都会变成杀手kill,您创建了它们,成功了,然后继续构建,这是您的最终愿望,它们将是你的敌人,它们会反对你,你会说这是一个结局吗? 17.问为什么,诗篇3233911生命记9点13分负24。为什么所有这些灾难发生在我身上,问问自己,想一想您过去做过的事情,现在仍在做,您会回答,全能的上帝容忍了您无数的罪行和罪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你。 17.你是奸淫,而且远远地证明你是多马人,你是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你把它作为每个人的权利,你称之为民主权利,作为一个机构,您将其命名为色情行业,您比人类少,即使您是人类,动物也比您强,他们仍然靠全能神的命令生活,命令他们生活和做事。 17.但是,你是一个由他的相似物创造出来并具有思考,合理化,坏与善的思想的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命令生活和做事的,但是您却不那么喜欢动物,而是违背了他的意愿。 17.你杀了你的兄弟姐妹,撒谎,撒谎是一种日常习惯,您对兄弟做了虚假证词,您不诚实,不服从您的父亲、母亲和姐妹。 17.您不相信全能神的神圣话语,意志和命令,相反,您创造了自己的上帝,例如金钱、知识、权力、财富等,他们是你的神,在您的所有年龄段中,您都渴望并为金钱、力量、知识以及物质利益而努力。 17.你的生活充满了贪婪和无止境的自私,全能的上帝耐心地忍受着爱,从此消灭了你,尊重他的神圣话语,二十个世纪几乎过去了,您的父亲和祖先所犯的罪行和罪行都少于您,但是您,从人类开始到现在,您所胜无几,将来有可能像您一样看到。 17.所有教堂都以基督教为幌子来履行恶魔的职责,他们允许索多玛人在他们的教会内有婚姻,主教本身是索多玛人,他们公开地将他们视为正确的行为,并将其视为这样做的权利,因此,您的犯罪和罪恶没有界限,谁禁止你,您已经通过了红线。 17.穆斯林清真寺在民间故事信仰上也是同样的罪人和罪犯,他们犯下通奸罪,而索多玛犯下的罪恶范围更大,没有人等于他们,他们杀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听到的那样,恐怖主义是从这个虚假的兜茂的萌芽中诞生的,杀死他们的兄弟被视为进入Janet的正确义务,提及所有信仰的教义和行为超出了我的能力和秩序。 17.但是我知道所有人都违背了全能神的旨意和命令,告诉你的罪恶不是我的主要意思,我提到了其中一些内容,只是为了让您看到自己,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18.最终的审判和惩罚耶利米书51-54-58。 18.在所有的面孔地球人类的驻留时间,他有义务服从他的创造者的意志和命令,即使上帝慈悲、耐心并乐于惩罚,但一切都有其局限性。 18.在他的愤怒开始之前,他等待所有人类的悔改,但是没有人注意,而是我们继续犯下看不见的罪行,无视他的耐心。 18.全能的上帝在基督之前等待了至少5500年,在基督之后等待了2000年,但是,所有人类都固执己见,仍在继续前进。 18.坚定自己的心,您已不尊重、沮丧、无视和忽视他的方式挑战了他的爱和怜悯,除此之外,您甚至说他永远不存在,他的宽容让他,被视为非现有的,但是您以其他方式创造了自己的上帝,您以自己的知识、智慧、丰富和物质成功的力量来相信。 18.当你驾起时,你的创造了上帝,这些信念是从撒旦那里叙述出来的,在每个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所有犯罪的负责人和一切犯罪和犯罪的老师是谁?是。 18.恶魔是你的主人,你知道魔鬼跌倒了吗?他为什么倒下?什么?他有堂还在继续吗?最后,您知道他永远失去了什么吗? 18.从圣经以西节说28阅读上帝的道。从开始到这次等待,他的有限惩罚永远不会让你悔改,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已有限的父辈是惩罚惩罚了我们,为了让您从迷路中退回,回到他的爱中,他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爱与恩典拥抱你,你否认了他,并说了永不言败,然后你迅速走向自己的死亡陷阱。 18.但是相反,您正在聆听并服从魔鬼,因此正因如此,最终的,从未见过的惩罚正在消灭您,破坏将远远大于消灭的所多马人的时间,他们已经被大火从地上消失了,完成他们花了一些时间,他们从未痛苦过,在短时间内,他们被埋葬并永远烧成灰烬,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死亡,永远不会给予您,您会慢慢地被消耗掉, 18.祈求死亡已做最后的呼吸,您是主要的罪人,在此之前永远不要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您的惩罚与过去看到的惩罚不同。 18.您失去了自己建造的一切,积累和崇拜的一切,一切都将在您眼前化为尘土,您创造的要摧毁的杀人机器应该是您的敌人,但实际上,他们是您的兄弟,而您的杀人机器就是针对他们的。 18.您的杀人机器数不胜数,例如,您在实验室中积累的核、中子、生物、化学、基因工程致命病毒就是您犯罪的现场见证,军舰、潜艇、喷气机、导弹、坦克、大炮、巡航导弹、火箭等所有破坏性工具将是您自己的破坏工具,它们会反抗你并粉碎你。 18.地球的高温将会大大增加,在火海中扫荡你,您汇聚在一起,制定和讨论计划,设计科学解决方案,分配大量资金,然后努力。 18.您的科学家给了很多解决方案和项目,根据他们的说法,您也会在广泛的媒体和宣传机器网络中回想,您已经做出并通过了许多决定,已经签署了许多协议,正如您所称赞和讲的太多就像京都议定书中所说的那样,您将要修复被温室气体排放破坏的温室。 18.记住,科学解决方案的梦想将变成噩梦,您无能为力,您的校长恶魔总是教您如何带领您走向最终的死亡和幻象,以赛亚书28比3-29,以赛亚书5比9-30。 18.最简单的方法是屈服于全能神的意愿,并从心底悔改,但是您不这样做,正如您所相信和认为的那样,这样做是一种原始的想法,您将永远不会接受现实,真理是你的敌人。 18.您仍然相信,您可以挑战全能的上帝惩罚双手,以与创建您的权力斗争,给了一记认为,察觉,合理化,好从坏的,但是您却无视了事实,选择了错误的事实,您更喜欢黑暗而放弃了光。 18.根据您的选择,您是在黑暗中成长的,您生活着它,现在仍然生活着,黑暗的生活方式,通奸,说谎,杀害,不尊重长老,偷窃,创造和崇拜自己的偶像神等,因此大地无法再遇您,您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屠夫大师,因此,围绕您的生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自然事物都会对您不利,一切都将保持不变, 您建造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灰烬和灰尘,你,你自己为死亡祈求带你离开,您的校长,魔鬼将为他所有的这些暴行,罪行和罪恶付出代价,他精心策划,指挥并让您服从他的黑暗法则,在您的所有年龄段中,您都信任他,但这毫无用处,他会下地狱,为他无与伦比的罪行服务,他将被束缚起来,被关押多个世纪, 直到做出最后的判决,在最后的审判时间之前,但您必须知道,他还有一些时间要释放,但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世之人,谁愿意也必须维持他的时代来说太短了,也充满了挑战性的时间, 但是由于严酷不堪假,全能的上帝将使他减短,可忍受,并在最后的时间之后,天堂将永远带他的儿子们,另一方面,地狱将永远拿走他的股份,以赛亚书24。 但是现在,上帝的惩罚之手永远不会让你呼吸,直到你罪人完全被消耗了,并从他的视线中扫荡了,离开了地球的所有面孔。 在诺阿时期,当时的人们跳舞,犯奸淫,没有醒着,喝醉,他们从不相信自己的罪过将导致死亡,当诺阿在干旱季节和干旱土地上建造他的救生船时,他们一直在嘲笑和侮辱他,即使在开始下雨之后,直到水流到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也从未屈服并溺毁,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 在犯罪和犯罪方面,你比他们大一百倍。 在上帝看来,他们比你好得多,所以现在是时候,应该对你进行审判了,你不会逃脱,您必须并且应该支付应得的价格,症状已经开始,慢慢地,您将被带到垃圾箱,他的判断已经在接受您的路上,他的怒气已经点燃,所以拭目以待,那些与上帝同在,与他的意志和命令同在。 并在您残酷的统治下服务的人,将您束缚,剥夺并摧毁他们,这些人将获得自由和解放,他们将继承您所有的财富,并积累财富,您构建的所有内容都将为他们服务。 大地将像海绵一样光滑,为全能的上帝的仆人和儿子们,他们将受到称赞,并感谢他的全能名字,他们会发自内心地为他服务,他们会比现在更加爱他,并钦佩他的真实判断。 他的光和恩典将倾泻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伤口将被治愈,直到他们完全忘记,但是你,你的儿子,以及你拥有的一切,黑暗主人给你的一切,将永远消失。 您将成为历史,像玛雅人、阿兹台克人、印加人、巴比伦和其他被遗忘的过去一样,您可以尝试弥补交在您身上的破坏,而且您也可以尝试维持下去,但是您必须确定,您的努力将一事无成,变得空洞,您甚至可能希望,更好的来临,而您却没有更好的希望。 对于您的罪犯和罪人来说,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您不应该期望好,什么都没有给您,这已经决定了,您必须为自己已经做的并且仍在做的事情付费,没有段落,他已经被缩放和标记,为了逃避即将来临的地域,作为国家,作为社区,作为领域,作为会众或以任何形式逃脱,只有一个人可以逃脱,那就是跪在上帝面前,并为他的意志和命令而来, 而哈尔特毁并屈服于自己。 没有教皇,没有大主教,没有主教,牧师,牧师,教会领袖,没有酋长,没有清真寺可以拯救您,如果有人可以说您,我,我的教会和我们的会众将拯救您,是骗子,谁再也救不了你,在全能的上帝看来,他的祈祷是令人讨厌的气味,所以没有人能救你,再次记住,拯救您的唯一方法是将自己交给全能的上帝, 的旨意和命令,每个说我是教会领袖,或称自己为牧者的人,都要让他看到自己的惩罚,他的惩罚将比牧民的人大七倍,以赛亚书十八。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今天,每个教堂,会众,清真寺,如此众多的信仰都为魔鬼服务,不是为了全能的上帝,他们如何抵抗即将来临的破坏? 除了神的人,没有人,只有他才能通过即将来临的大火,每个人,在他的宽容和爱心之下,已经在他的额头上被全能上帝的名字标识, 密封和签名,无论发生什么动荡和烈火,他都将安全,并与所有亲人一起生存,为此,当罪人和犯罪者为您服务时, 您将见证这一点,而那些受到全能上帝祝福的人将看到您,用他的爱和恩典来掩饰自己。 埃塞俄比亚我贫穷的国家特瓦多东正教,我的真诚和挚爱,将会复兴,并像太阳一样闪耀, 我们的全能上帝,我们的父亲,将在我们国家统治我们,我们的母亲维尔经马瑞, 将用他母亲所爱的手拥抱孩子们,居住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圣家百列,圣米迦勒和我们祖先深爱的天使, 将照耀我们,守护我们,我们全能的父亲,总是在我们的耳边,谁会反对我们, 在光辉的埃塞俄比亚,我们将享受他的爱与恩典。 这些谁是居住在所有的面孔地球的,作为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任何形式的国家头目, 在图瓦多东正教学院里,我们始终如一地,真正地相信了这一点, 他将在埃塞俄比亚拥有一席之地,他们将居住,他们将拥有全能神的恩典, 并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是我们挚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喜欢他们,我们用我们的爱拥抱他们, 我们一起将赞美我们全能父亲所爱的名字,拥有这个唯一的机会, 任何国家,任何州以及会众,你们每个人,都会看到光明, 当且仅当您接受全能神的属灵指导,他们必须服从埃塞俄比亚的统治, 万能的上帝的旨意和命令在那里流淌,像泉水一样,光辉照耀着每个人的灵魂, 只要您从内心接受并服从,并按照全能上帝发出的光法则行事, 在我有福的国家将是安全的,您将获得和平与和谐,如果没有,您将看到它, 而且您应该确定,您将为此付费,记得,地球上没有人会救您, 我告诉你,可以肯定,你要祈求,你会流浊眼泪哭泣, 你会尝试拼命,被听到,被接受,并且也生存, 但是,在贪悔的时间过去之后,没有人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您, 您应该确定这一点,这是全能神,光明,最终命令的审判。 您是超级大国,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你拥有一切, 在你的命令下,你可以付出,可以接受,可以杀死, 可以减去或乡家,任何国家,谁穷,谁是你的仆人, 你愿意对他们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是他们所惧怕的上帝。 巴比伦,美国,以及他,欧盟,亚洲,美洲L,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儿子, 这些都在您的控制之下,你们巴比伦,美国,是他们的上帝, 他们服从您,并且按照您要求他们执行的任何操作, 在我国,在您的命令下,我们的政府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做, 我们所谓的状态是,在全方位的服务,为所有您的利益, 并要求,你知道埃塞俄比亚吗? 您将他称为饥饿的例子,您给我们起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 一个饥饿的人,的确,在您的年度统计中,我们被称为贫困国家, 您的财富,知识,政治人格和力量,您的事业, 您所谓的精神人物,以及所有人类所给予的尊重, 您所获得的所有这些尊重和名望,使您感到自己好像上帝, 通过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这样做,你点燃了他的愤怒, 以赛亚书2比2,6到22诗篇,32,33,16到22, 掌声,18,19,为了让您感到羞耻,他选择了那些您从未见过, 甚至从未将他们视为人类的人,作为一个州,他从未选择过美国的巴比伦, 而是选择了这个饥饿的人民国家,您永远也不会将它视为一个州, 他选埃塞俄比亚为王位,即王位,从那里他统治,引导,拥抱, 丰富并给予他的光和恩典,给他们带来丰富的健康和财富, 就是这个,他将要做,对于那些服从并贵下的人,因为他的意志和命令, 如果您能幸存下来,您将很快看到他的发生,根据他的真实性, 根据他的礼貌,仁慈,诚意和伤心欲诀来评判每个人类。 无论他信奉哪种宗教或宗教,全能的上帝都会看见他并拯救他, 向他展示真实的道路,使他脱离了撒旦和他的军人的伊克尔索, 一个真正的真诚的人不能担心,相反,他应该并且必须对全能的上帝伸出援手, 他不会像罪人、罪犯、鸡奸、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通奸、骗子和杀手那样消失, 他们将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惩罚将是严重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谁知道他的意志和命令,那些传讲上帝圣言的人, 对于那些永远不知道他的人,最应该承担责任, 因为他们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大胆地解释他, 因此,他们无畏必无视自己的神圣话语而故意犯罪, 他们将以看不见的高价为其支付费用, 根据他的行为,将审判所有人,不是根据他的话, 特别是那些认识他的人大胆,他们改变、抹去、增加和减少了他的话语, 被他们世俗获得的知识蒙蔽了双眼, 他们从不尊重他的神圣话语,因此,他们将根据自己的诚意付出, 他们把教导他的话和在教会里侍奉看作是例行的工作, 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只是为了养活自己的肚子, 他们以他们属世的愿望和利益衡量,侍奉上帝, 您如何将当今所谓的精神人物与那些闪闪发光的星星, 例如埃里亚斯进行比较,亚伯拉罕、摩西、约翰、马修、马克斯等地球上, 您如何将我们的时代教皇、主教、红衣主教、传教释放在过去真正优雅、 敬业、属灵的战士的鞋子上, 我希望我能像在那个时候那样出生,而在这个最糟糕的索多马人时代,最好不要制造。 睁大你的眼睛和耳朵,仔细阅读有关多多马人对全能神的审判。 在此明确的消息和决定之后,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用来缩放,测量、筛选和判断您了。 将根据您的行为对您进行测量、称重和深度筛选,不是根据您所说的话,而是根据您的思想和内心所言。 根据您所做的、悔过的事情和疏忽而做的事情,您将招致并接受严厉的惩罚。 地球的所有面,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都不是避风港,您唯一能做的就是屈服并屈服于它的判断力,并接受它随后的决定。 全能的上帝会发光,在埃塞俄比亚的山区并在周边地区。 它,我们的全能上帝统治埃塞俄比亚,它将自己亲爱的仆人和儿子放在埃塞俄比亚的宝座上,Samuel 2-1-10 Romans 1.16-32 ECKIEL 7 它们将被祝福并履行它的意志和命令,它们在肥沃的土地上饲养、庇护和喂养它的羊。 它在仆人和儿子身上发光,它总是以一种终结的恩宠来不满它们,触摸它们就像触摸它的眼睛一样,你们中任何想打动它仆人的人都会被淘汰,在实现您的愿望之前。 除非您接受并服从它的儿子和仆人,作为您的精神和整体周长,您别无选择,没有人在世界上和平、和谐的生活,你总是会受到影响,与看不见的灾害、破坏,一个次也。 由于服务器内私对你的惩罚,你会恨自己。 很快就会完成,没有时间了,一切准备就绪,很快就会采取行动,万能的上帝所下令的所有战士们都被警惕地放置在你家门前的任何地方,他们已经在等待我们父亲的最终发言。 对于要受到惩罚的人,聆听和阅读此信息等同于接受其死刑判决。 地球将继续变暖,直到您看到灭亡的过程。 飓风、海啸、地震、火山、致命的风暴、洪水、致命的病毒,将比您现在看到的猛增一千倍,您现在所看到的是紧随其后的最致命破坏的症状,会使您减少人文的美国总督美国将从地球表面消失。 您,您所相信和敬拜的每个州,政府、美国、巴比伦、文化、经济、技术和工业成就,都是上帝的祝福。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能活出意志和意志,那将是一件祝福,全能神的命令,但是,相反,他成为了他的破坏工具。 他为自己的物质成就和发展感到骄傲,与全能的上帝站在一起,和他取得了世界其他地方,跟着他的套房。 他以通俗的形式叫了整个世界,通奸,尽管美国说,您尊重并服从,但您永远不会对全能的上帝的言语,意愿和命令这样做,你的上帝是美国,他的盟友,你的上帝是穆斯林,以及他们丰富的石油,你的上帝是那些拥有强大肌肉的粥,你会否认吗? 您所积累的技术成就和财富,后坏性的机器是您崇拜的雕像,他们是你的神,让他们拯救你,美国,巴比伦,给您的民主和宪法。 您建立的政府和行政机构,是从他那里复制过来的,你们所有人都在美国,巴比伦,的领导下,你是他的仆人,无论他订购什么,并说你,你合作,你都与他携手并进,所以你也将和他一起消失。 今天,每个女人都几乎在撒旦的全职服务下,电影行业,性行业都是现场见证,今天,妇女生活着,卖掉自己的身体,通奸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文明的一种标志,是一种赚钱的方法,所有这些生活方式都来自美国巴比伦的学校。 妇女是我们时代的罪恶创造者,她们推着每一个人,通奸,在白皱下,她们在赤裸裸地走在大街上,试图吸引通奸的男人,这是世界各地的每天场景。 她们将以看不见的惩罚来支付,所有这些罪行的主人都住在美国巴比伦,她指挥,统治,指挥,粉碎,摧毁所有正确的事物,从而拯救了人类,她总是计划,执行,抹去和摧毁全能神的律法,遍及世界。 所有人类,忽略上帝和她的律法,并带着自己的愿望,走向了她们认为正确的地方,ECKIEL13。 所有所谓的强大国家,以及她们最幸运的种族、社区、领域、会众、各种形式的信仰及其机构,所有这些人都转过身,反对全能神的话。 所有人都按照她们选择的意愿去了,这意味着黑暗是她们的生活方式,黑暗规则是她们的上帝,每天,您的生活充满罪恶和罪行,您所有的烦恼,都会发生,并将您带到永远的地狱。 您的经济危机将比您预期的还要严重,当一种危机迫在眉睫时,另一种危机就出现了,没有呼吸时间。 正如您的科学家所说,粮食危机将继续下去,甚至更糟,产量必须增加而不是增加,它将如何增加,它们只会天气吗? 它们对植物生长有利吗?看来它们正在使自己成为上帝,没有什么能成真,您的希望是最空虚的,没有希望可以坚持。 您制造的一切,产运机,建造的船只,制造的舰船和生产的战争机器都将枯萎,将您带走。 您向全能的上帝挑战了不少于7500年,现在到了,时间到了,您推入的所有物品,并导致其毁坏的所有物品都必须进行检查。 地球,我们的星球,必须变得比以前更健康,全能神的仁慈和惩罚之手必须对待它,它必须是所有人类的住所,那些生活并且仍然生活在尊重和遵守全能神的旨意和命令的人,与大自然及其栖息地和谐相处。 远东国家,例如印度、中国、缅甸、尼泊尼泊尔、孟加拉国、越南和泰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崇拜,人造石头、雕像、像牛一样的动物,它们完全崇拜,上帝创造了动物和石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措施太糟糕了。 如果这些人要这样消失的话,就像纳吉斯巨峰一样,如果持续这种方式,什么将是你未来的命运吗? 但是,您必须知道真相,这些受惩罚的人真是那么多次,现在是时候,您必须朝自己看,而不是对他们受惩罚的人,而是对自己。 您所看到的那些人已经开始测试全能神的惩罚之手,但是您的将远远超出了想象。 当您尝试隐藏第一条消息时,我把它寄给了你们所有人,我知道,您将再次尝试隐藏这些最终消息,否则您可能会忽略它,我确定,您将永远不会向您的员工解释,您以国家安全和关心为借口统治人民,并盲目折叠人民。 你们每个人的总督,都在您的手中隐瞎着历史的信息,躲藏,忽略,嘲笑,你做了所有这些,因为,你永远也永远不相信上帝的话。 但是您应该确定,当死亡已约可见并永远待您离开时,您将醒来。 我很确定,由于您的傲慢和坚忍不拔,您甚至都没有想到将自己献给全能的上帝,相反,您将尝试以前做过的方法,并且仍然在做,您担心的全球变暖将变得更糟,尤其是那些被称为G8州的国家,将会看到自己的州发生了什么,消耗他们的烈火会向他们保证。 幸存下来的人,即将到来的致命灾难的人数将很少。 那些将被淘汰的人的总数很多,通奸的时间,与与之同住的人将消亡,并且必须死掉。 无论采用何种系统和方法,您都无法抵御即将来临的致命灾难,您无法阻止这种灾难的发生。 我告诉过您,主要的事情,不是全部,而是在过程中您会理解的。 向您的公民解释会更好,如果您像以前那样躲藏起来,我不会打扰它,可以尝试一下,并且您必须确定,您将为此付出代价,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信息,只是接受这个建议,并据此做。 1. 将此消息的副本提供给所有感兴趣的人,如果您相信,他必须知道。 2. 用您想要的任何语言翻译它,必须将其分发。 3. 如果您发布此消息,这相当于为上帝的意志和订单,所以你永远不会留给黑暗的,这是您的保修,如果做得好,交换将是,请留意。 4. 每当您分发此消息时,您可能都必须遇到一些障碍,但是请不要打扰,也不要给予任何注意,而要按照您的命令去做,那些没有障碍的人,不会受到惩罚,不会被错过。 5. 人人有权利,甚至不读他,或者他可以批评或侮辱他或他喜欢说的任何东西,让他们说,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看到他们。 6. 每个国家的政府和机构都将采取消极行动,并试图抵制分配所传达的信息,我向您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怜悯。 7. 每个政府都将被迫向所有公民传达这一信息,但是在遭受了某种痛苦的惩罚之后,他们将继续这样做,那些避免和向公众表明危险的人,他们是一个真实、负责和真诚的人。 8. 将完成此消息中说明的所有操作,并没有任何撤销。 9. 您必须设法保存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父亲、朋友和亲戚,如您所知,您必须必须告诉其他人,也必须知道。 10. 没有时间留给,他已经是了,因此不要犹豫,告诉所有您相信的人,他们是您关心的人。 11. 每个听到并阅读了此信息的人都可以选择由他决定,这是最黑暗的方式,也就是光明的道路,和生与死,这两种选择都与他的手,你们每个人都必须通过选择坏人和善人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12. 每个竭尽全力向他人传达信息的人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全能的上帝会向他付款。 13. 我们是可信赖的仆人,是全能的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他的使者,是发言人,在其中,我们有权向您的人类传达他的信息。 14. 在每一页中,您都会有一个角柱,并且必须阅读他,角柱指的是圣经,全能神的话。 15. 整个世界将被全能的上帝的话审判,这就是你所知道的圣经,持续至少7500年。 16. 这不是您喜欢,修改,删除,减去和解释的圣经,但唯一的圣经清晰,在参考是,该发到正统圣经,那。 用阿姆哈拉语写成,因此,您可以将其翻译为所需的任何语言,在阿姆哈拉语中,我们将其称为S-C-M-A-N-I-W-A-A-H-A-D-U。 17. 即使另一本圣经被删减,修改,作为最初的参考,您可以使用它们,但可以过滤并得出全能神的真实话语。 这是更好的你参考,以S-M-A-N-Ah-德圣经《埃塞俄比亚》的,Tвado东正教可用,在阿姆哈拉语。 18. 我在阿姆哈拉语经编辑的信息中写了详细的信息,因此您可以翻译它,并获取所有详细消息的内容,并获得充分的通知。 2000年5月27日埃塞俄比亚日历 感谢全能的上帝 我们赞美他的神圣名字 让我们的父亲 创造者和保护者勋爵 与他真正的信任在一起 儿童的对于那些不了解真相 被魔鬼蒙住双眼 善良 真诚 心碎的人 我祈求让我所爱的父亲 全能的上帝拯救他们 衷心的祝福 来自全能神的仆从 Romans 1 EZKIEL 14.12分负20 EZKIEL 16.31分负34 以赛亚书 40比6负8 证明B7 成绩 6.26分负35 以赛亚书 57比11负13 注意 BIT建议 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当您阅读此消息时 您可能都会感到非常关注 我说这很好 但是您必须通过 向您心爱的上帝祈祷 进食和悔改来结束您的关注 无论您身在何处 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 无论信条如何 请从您的内心和灵魂 向他求助 请从您的内心和灵魂